老師那是不是跟我們講講看一二二五那一天 他的整個活動的規劃大概是怎麼樣 我看時間還蠻長的對不對 下午大概兩點到五點 現在已經知道那一天的天氣會非常的酷冷 我希望不要加上這個下雨天 你要知道要打倒大魔王都不是很容易的 就像那時候罷免 黃國昌那一天也是七風苦雨啊 這個道高一齒魔高一丈 所以這個天氣這一關就很難過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禮拜五那天 會寒流會更冷大概到10度左右 或者大概12度 對大家要追求真相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那我先跟各位朋友知道 他昌老師真的是能力有限了 這個錢財更有限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民進黨 租在凱道上 那麼大架式的又是電視螢幕 然後又是平台非常大 我本來想搞不小貨車在上面就可以了 後來朋友覺得說面對彭文正 我們好朋友這樣子對他實在是不好意思 畢竟他打拼也那麼久了 所以我會租一個那種就是唱卡拉OK的那種舞台 基本上外面坊間都有像辦廟會的時候 都會有個舞台的樣子 那種伸展型的 所以那個螢幕當然就比較小一點 所以大家在網路看的時候 我先請大家真的是多多包涵 張老師財力非常有限 多多的包涵 然後那一天的話呢 大概有一些唱歌的活動 還有最重要的是一些演講 那我今天還跟風導哥 請那個事實歌各位出現出馬一下 替我們高歌兩曲 他準備了兩首歌啊 很好很好 我覺得其實我就跟你講晚一點 下次我今天再想兩個月以後 我會再辦一次 那個時候就要用歌唱比賽 蘇環珍的歌唱大賽 然後這是兩個月以後的活動的性質 那這一次呢 但基本上還是請一些 我特別是請這段時間 幫助這個彭文正先生 他們一起在追真相這個團隊 來上台演講 那會穿插一些唱歌 就節目的性質來講的話呢 可能是乏善可成 因為沒有像民進黨的時候 跳大腿舞啊 跳這種肚皮舞啊 大概如果各位要看到這種場景 就很辛苦了 所以那一天的場景 可能是這個樣子 場上非常的嚴肅 好像有一點點 又沒有什麼歡樂的氣氛 那底下呢 就是戚風苦雨 然後只有一群 為了追求真相的人 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那個場面是非常悲淒的 但是應該是非常神聖的 那我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說 這一次的活動呢 其實對一個 彭文正先生 他在素凡真的過程中 我就進入到2.0版 那這是彭文正自己先生 他自己講的 這個2.0版的這個意義在於說 因為以前彭文正先生在追真相的時候 都是透過網路 或者談話節目 或者在法庭上 都是比較靜派的 而且都是這幾個相當人的參與 專業的參與 那我覺得進到2.0版的概念呢 就是中正合作 中正終於在一起了 彭文正張雅宗 他自己說中正聯手 對抗蔡英文 中正對抗這個蔡英文 那這個就是大家走上街頭 那就是用集會的方式去呐喊 為什麼呢 我們會這樣子想著說 雖然彭文正這個 追打蔡英文論文的事情 已經行之有兩年多了 但是社會上呢 的確缺少了這種 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做 那我會覺得說 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講 社會行動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讓平常有一些 我覺得事不關己的那些人 他們可以更多的機會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會把這個 追查蔡英文的素環珍活動呢 未來的一年 就是2022年呢 國大會經常上凱道 那每一次上凱道的 訴求的表達的方式都不一樣 但是最終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對不起就是素環珍 那我剛剛講 可能有歌唱大賽啊 可能有布袋器的比賽啊 對不對 我們每一兩個月就來一次這個比賽 讓這個事情不要被大家所遺忘了 因為這畢竟是台灣偉大支持嘛 大家都要記下來 偉大支持 對不對 這個大家把它當成笑話來看吃辱 我覺得比用嚴肅來看吃辱 比較更好一點 這是一個 對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也跟彭文正先生講說 你絕對不要想辦一次活動 就讓蔡英文屈服 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抵抗一定是不頑強的 對不對 老天現在暫時站他這一邊 因為他比較有實力嘛 所以天下的氣風苦雨 但是總是會有春天來臨的啊 對不對 不可能永遠是冬天的啊 總是會有春天的啊 那春天來了以後 我們大家就繼續再努力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次只是一個開始 有一點像說 我們點一個火柴 在一個點一個火柴 丟到一個柴火中 它開始慢慢燃燒了 那未來要成為熊熊烈火的話呢 那還要更大的外界的力量 風吹啊 對不對 大家幫忙添柴火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家不妨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但是非常嚴謹的這個思緒 大家去把這個事情把它擴張起來 所以我也希望 包括像四字歌啊 我就很佩服他啊 可以用音樂的方式來呈現 大家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那我今天也傳給那個 風島養首劉翰安老師 他為我們做的 等一下有機會 一起跟他分享一下 一首是國語 一首是台語 那我現在正在 唉唷 我不會唱啊 我只有說看看 我今天特別看我的義工的一些 再給他配上一些畫面 所以希望明後天的時候 可以有畫面都出來 那加上在網路上可以傳送 那其實我也更希望 風流裡面 有年輕的小朋友 可以饒舌歌啊 RAM 對不對 大家可以 對 大家去創意 大家準備好啊 大概兩個 兩個月以後 可能是2月28號左右 那個週末 我想再去借一下凱道 然後我們來一個 蘇寬甄的歌唱大聲 好不好 我們來蘇寬甄 請風島來頒獎 哈哈 蘇寬甄的歌唱大聲 對對對 蘇寬甄嘛 我們要把它變得輕鬆一點 我剛剛講 因為啊 我自己做的社會運動非常久 你要想在一次社會運動成功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要暖期 要開始要暖期 我們也讓彭文正先生 跟他的團隊 不要天天都戚風苦雨的 很嚴肅 你看他一個人身世力竭的 已經非常辛苦了 我覺得我們大家一起用各種歡樂的方式 幽默的方式 我們讓這個路可以走得更久一點 這是我一個想法 那我那一天呢 我還特別 我剛剛昨天早上 我的一個義工 從高雄發了一個簡訊給我 他為了這個蘇寬甄的事情 特別到高雄的某一間的 不要說高雄嘛 南部的某一間的官地廟裡面去 丟了三個行碑 這個官地也同意了 借他官刀北上 那個官刀長八尺四 重五十斤 對我張耀宗來講 是一個很難的挑戰 所以他也會在這個禮拜六的時候 把他送官刀 把他送到我們的凱盜的現場 那另外來講呢 還有一些義工準備一些糧食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 我們有城市豆沙包 城市豆沙包 那還有一個饅頭叫做野饅頭 野饅頭 這真的不太野蠻了 怎麼野饅頭 那還有就是掛 叫什麼掛菜包吧 就是榨菜肉絲包 叫倒菜包 它叫倒菜包 台語怎麼念 倒菜包就是掛菜肉絲 榨菜肉絲包 對 在那一天呢 我們也 我之前也想幫大家準備一些薑茶 那現場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義賣的活動 義賣的活動就是 包括在賺點錢嘛 張老師這個辦活動 對總要把廠租費啊 這個車子的費啊 我們能夠稍微cover一下 所以我還是會義賣 我的中文思想基本毒本 還有228事件毒本 以及台灣史毒本 大概這三個東西 那會來義賣一下 那彭文正先生 他不是有幾件T恤很漂亮的嗎 我說你把倉庫也拿來吧 到現場也幫他義賣一下 給他在海外跑路的 他在海外跑路的時候 有一點盤纏可以用 你說那一隻狗的T恤是嗎 對對對 那個瘋導你喜歡的話 我幫你留一件 好啊 好啦 跟你講我幫你留一件 謝校長 好啦就這樣子 因為我那天上他節目那個 他把那件白色的送給我 我就轉送給你好了 這樣子更有情意一點 直接啊 那你今天已經有了一件 好好 已經有了一件了 很有論文門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大家 我覺得天氣會非常冷 我也拜託 我也跟大家講 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 尤其年輕的朋友 大家知道張老師 最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年輕的朋友 大家都來捧場一下 各位啊 我們躲在家裡面裹個電壇 看電視轉播 當然很舒服啊 但是真的 如果您真的對論文門很在乎的話 那就請你特別在北部地區 去移駕一下 尤其在台北市 那你就坐個捷運 對不對 台大醫院出來 走大概100公尺 你就可以參與這個歷史的盛會 幫我們把人數充多一點 因為你知道嗎 張老師也沒有辦法動員別人去 什麼遊覽車啊 幾步幾步啊 國民黨也沒人動員嘛 民進黨更不可能動員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真正的就是公民運動 我們透過封島的節目 透過我這兩天上中間的節目 我真的希望大家發自內心的 大家來深遠一下 不要只是在網路上打那個鍵盤啊 當鍵盤俠 對不對 有時候出來動一動 越冷的天 越冷越開花 對不對 我們的梅花精神就這個樣子 baptized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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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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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